相信大家对于Caba 这个电视广告应该印象深刻 其实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周边动脉阻塞疾病的征兆 究竟哪些人容易罹患周边动脉阻塞疾病 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1.0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根性医院的内科部主任侯益周医师 那今天要稍微跟各位观众稍微简单的介绍周边动脉阻塞疾病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器官的血液来源都必须要藉由动脉来作为一个像水管的动作 由我们的心脏把血打出去之后传递到血管内 再把它供给给我们周边的器官去给它做利用 那这个传递的血管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它就会让我们周边的器官 不管是养分或者是氧气得到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 接下来它发生的事情就是周边组织的坏死以及缺氧 那大家最耳熟能想要叫做冠心症心肌梗塞 它的这个疾病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心脏它要在做它的功能的时候 因为氧气不够 营养分不够 因此让心肌整块的坏死而产生心肌梗塞 之后造成心脏衰竭 那在周边组织在动脉疾病的这个疾病的话 因为我们假设以脚为例子 当我脚底的血流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让我们的周边组织就会坏死 就会我们常常听到说 糖尿病的病患必须要截肢 或因为炎状感需要截肢 那什么样的病患会容易有这种 周边阻塞的动脉性疾病呢 最常遇到的是高血压控制不好 糖尿病控制不好 长期抽烟以及慢性肾脏病 或长期洗肾的病患 那这几个族群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 当他们血压控制不好 血糖控制不好 胆固醇控制不好 以及在慢性肾脏功能不好的病患 因为有一些荷尔蒙代谢的问题 及尿毒素堆积的问题 都会直接让我们的动脉产生阻塞 不管是直接阻塞 或者是因为血管年纪多大 或一些荷尔蒙的问题 让血管本来应该要有弹性硬掉 硬掉之后 它也会让我们的血流无法供应 而达到而造成周边动脉阻塞的这个疾病 那目前最主要的预防方式 我们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诊断的部分 当您发现到您的活动的时候 因为这个疾病最大部分的发生都是在脚底 手比较不容易发生 如果今天在脚底的话 可能您要注意的是 您会不会有走路走 也有大概十分钟之后 小腿肚会有疼痛的症状 以及两侧的小腿在活动之后 特别在活动之后有酸麻的情形 但是在休息之后就会得到改善 如果是 您可能就是有一个周边动脉阻塞疾病的可能性 那除此之外 如果您本身有糖尿病 高血压 抽烟 或是胺炎功能不好的问题 可能您假设有刚刚合病的症状 您可能也要特别注意 您是不是有周边动脉阻塞疾病 此外 如果您的脚上有曾经有过不好癒合的伤口 这也是一个 对于周边阻塞动脉疾病的一个可能发生的原因 那至于什么样治疗的话 我们通常会做什么样的处理 原则上我们还是会看病患的症状 如果今天有很严重的症状 我们会视情况地去转介给心脏血管内科 或者是外科去评估 请他们评估说 是否有需要用手术去介入 让这个坏死的组织得到一个治疗上的环节 但是在预防上 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 第一个 如果您有高血压的问题 必须血压好好控制 血糖 如果您有糖尿病的问题 您必须要糖尿病要控制得好 我们糖化血色素 还是希望在小为7以下 这个还是一个我们治疗的目标 第三个 不好的生活习惯必须要改掉 特别是抽烟 尤其目前大家都已经知道 抽烟会造成血管的问题 这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在 我们还是会强烈的建议 病患必须要做肌炎的部分 第四个 在慢性肾脏功能不好的病患 特别是一些加工类的食品 再制品 请尽量避免 因为这些的再制品 可能会因为您的肾脏排不出去 而造成在身体的负担 接下来它就会让血管阻塞的情况更加严重 那除此之外 可能就必须还是要固定回到心脏血管科 或者是内科 去做这个固定的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